小女孩只是想上的厕所 谁料却突然发现 原本在卫生间洗漱的母亲 赫然变成了一具大型的胚胎 看着眼前震惊的一幕 曹叔本想直接烧死这个怪物 可他怎么都下不去手 因为变成怪物的母亲 生前最看重的就是保护孩子 这才在死后 也化成了毫无攻击性的胚胎 曹叔不仍毁了他最后的执念 于是缓缓关上了房门 但为了孩子们的安全考虑 曹叔必须尽快带他们下楼 和大厅的幸存者们会合 与此同时 为了营救曹叔 贤妹正带着八哥准备上楼接应 可没想到他们刚一出门 就碰上了楼道里的怪物 贤妹见状赶紧冲了进去 可还没等他救回八哥 突然又被什么东西直接撞毁 这东西不仅敏捷迅速 更是打得贤妹毫无招架之力 也就在这危机关头 随着一只火箭飞出 怪物直接被逼地逃离了现场 而赶来救场的不是别人 正是老爹和喜欢放箭的爱姐 因为他们在新闻中 得知了怪物惧怕高温 所以正带着火器四处焚烧怪物 当知道他们准备上楼救人时 老爹也一同加入了营救队伍 而有了他们的帮助 贤妹很快就和曹叔会合了 几人也顺利回到了一楼大厅 可虽说在曹叔的帮助下 大楼的防护得到了加强 但急速消耗的食物 却也成了眼下最致命的难题 晒哥提议改造一辆装甲车 方便前往外面搜集物资 可问题是 现在的车库里 正遍布着各种休眠中的怪物 如果不想办法消灭这些东西 就算他们能抵达车库 也不过是沦为怪物的晚餐而已 正当众人为此一筹莫展时 晒哥却提议让贤妹前往车库 因为她身为感染者 就算受到致命伤害 也能在片刻间恢复正常 虽说这勉强也是个办法 可晒哥把人当枪使的行为 却也引来了曹叔的不满 贤妹不仅要冒死帮人收集物资 晚上还要被关在隔离室 现在的人里也只有贤妹才能完成任务 曹叔虽然心生不满 但也明白这是无奈之举 可谁料贤妹刚踏入车库 就遭到了蜘蛛怪的浮击 被蛛丝倒挂在了房梁之上 眼看贤妹即将沦为怪物的大餐 守在监控室的晒哥 当即带着众人前去营救贤妹 他们尽可能地保持安静 防止惊醒休眠中的怪物 在众人默契地配合下 他们很快便救出了贤妹 可没想到就在返回途中 队伍中的小美因为肠胃炎 突然就摔在了地上 而武器坠落的声音 更是直接惊醒了沉睡中的怪物 晒哥刚想起身反击 可无奈怪物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只是眨眼见 便直接冲到了晒哥眼前 好在关键时刻 毕竖一把将他拉到车底 这才侥幸躲过一劫 可面对怪物压倒性的速度 他们几人又该怎么逃出去呢